好多采访我一直都说我想要尝试悬一句 但是我一直也没有 没有接到合适的本 合适的角色 这个可能是我作为一个男员 目前来说比较期待的 这虾米老鼠吗这是 这打得像屠宿 你知道吗 这实在不会做 等会儿见老师 OK 我是这回网会最年轻的 我今儿挺年轻的 那位真胖啊 胖啊 胖啊 自己不想看 比上次累点 因为最近在组里面 在组里面拍戏 每一个剧本的不同 规定了每一场戏的情境不同 由于演员本身而言 我就是去塑造好一个角色 然后把它呈现给观众就好了 风起霓裳的曹王 他是我到目前为止 演播唯一一个反派 但是也可以把反派塑造的 就是有自己的出发点 有自己的利益 他也不一定就会造人恨 就是他也有他可爱的地方 这个李志不知道 是不是看出了什么苗头 我是眼看着他把手里的糖 咬都喂到陛下的嘴边了 虽然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在拍摄这个古装剧 没有那么成熟 但是随着慢慢的经验 越来越多 我觉得我可以有能力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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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猴子似的 在那儿干啥呢 乔佳佳的儿女 我觉得我很幸运 能被张开之后导演选中 然后演了乔二强 那对于我而言是一个 在当时非常主角的一个角色 再加上当时的年龄啊跨度啊 跟乔二强所实演的这个角色 相对来说比较相仿 所以说是比较舒适的一个角色 我要跟马苏欣在一起 你迟早就断了这份心思 它不是这么好的东西 全球你不认识这么说它 我不认识你这么说它 表演是需要互相地给对方地肩膀的 就是你要接受对方的刺激 然后你再去刺激对方 然后两个人才能搭得上 搭得上的作品才顺畅 呈现给观众的感觉才舒服 我看这个戏不会跳戏 是很自然的很流畅的 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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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贵的荣耀内产就是我高考完了 我登上那个塔楼 然后我想去放声地呐喊 释放一下这么多年 积压的那种情绪 康岛希望表达的 不是这样的一种压抑的气氛 他希望用一种其他的方式 去让这个角色去 在这个节点更好地释放出来 爸 你干啥去 我溜达溜达 上游啊 孩子考上了 你交代我任务可是完成了啊 就很感人 就是大家在现场都觉得 一个优秀的剧本 再加上一个好的导演 去二度创作这个剧本 我觉得 对我自己的进步也很大 现在的我在看之前的我 慢慢地也在成长 也在吸取经验 然后希望未来的我 能够带给观众更多更好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大家 欢迎订阅